大家好啊 好多日子没有讲中国的这个 支柱产业 房地产了 真的是有日子没讲了 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房地产这个东西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经常跟人吵架 我从一开始 我就是严重的猖衰中国的房地产 我是基于一些个简单的尝试 比如我在美国学到了一点 所谓的房地产的分析模型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我用公式给你算 完了以后呢 我基于一个经济学的尝试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永远涨上去的 这么一个产业 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完了以后我就劝很多人 中国的房子不是不可以买 不是不可以炒 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称之为能力 而不是智慧 就是你要忍得住 就是你要建好就收 就这么一个能力 非常庸俗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厚黑学的智慧 建好就收 我就属于那种建好就收的 我在中国买了好几套房子 我都是建好就收 我第一套房子卖出去 这个 我人家市场上大概要卖350万 我才卖320万就卖了 等于是少了30万 立马当天贴出去 第二天就有人看房子 第三天就有人订单下订单了下给押金了给定金了 你比你就是建好就收嘛 你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想赚回来嘛 是不是 因为你的目的是卖房子呀 有钱赚就差不多了嘛 已经赚的够多的了 没套房子我都这样 比市场价低那么一点点 低那么几十万 就可以掉到好多鱼 牛逼轰轰 当然后来还在涨 那我一点都不会用 我把它卖掉了 我的钱回来了 我回来的目的不是把全存在银行里面 我是要转出来 我都转出来了 是不是 中国的房子啊 真的 你如果不建好就收 你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麻烦 你会迅速的反平 所以我说过啊 习包子这么搞下去 第一批变成穷光蛋的人 不是那些个没工作的人 不是那些个村里的人 是那些手上有房子的人 因为你的房子不仅不值钱 而且没人买 而且你留在手上 你还要交房产税 对不对 你麻烦死了 最后活活把他给逼死了 今天就看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习包子真的是撸袖子 真的是豁出去了 要我是习包子 我也会这么干 因为现在中国最有钱的人 就是有房子的人 中国的大量的财产都囤积在房地产 这个行业里面 支柱产业嘛 我们学进去学的叫什么 叫货币的固化 就有一批房子 它变成了砖头 一批货币 政府发了太多的货币 这批货币去哪去了呢 它变成了一批一砖头 变成房子 是吧 就囤在那儿 所以你现在手上有几套房子 就相当于囤了 囤了一托钱 囤在那里 然后你是属于你的固定资产 是吧 它是个资产 但是它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不变现 它就是个负难 是吧 就资产结构不良 这个意思 是吧 但是共产党 它作为政府 它不管这么多 你既然是一个资产 我就收你的税 所以房地产税 肯定是要推出的 但是在推出房地产税之前 共产党还要推出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图公国突然毫无征兆的 没有事先做过任何的宣传的 就突然就提高了这个中国人的 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都有关 个人所得税 哎 没关系啊 个人所得税 突然提高到什么呢 从1%突然就提高到20% 这是一个吓死人的新闻 具体到房子这块 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把它卖出去了 你的差价 政府要收你20%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100万买的 你现在卖出去 卖了200万 这100万就是差价 你要交这个什么 哎 你要交20% 也就是20万交给政府 这可了不得了啊 这可了不得了 这是天大的事情 因为现在在这二手房市场啊 非常的低迷 一个房子很难卖出去 很难卖出去 哎都没钱了 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快崩溃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如果你好不容易 你把价格压压压 都已经不能再压了 而且你手上还有一大堆的这个 说不定你当时贷款买的房子 到时候你赚到了钱 还购不上你的这个什么 还贷款的钱 你等于房子 你一分钱都没赚 你还赔钱 是不是 你把这笔钱收回来 把这个房 还要自己贴钱进去 把这个贷款慢慢的还掉 是不是 那你不是麻烦了吗 是不是 你想想吧 哎呦 你最后就一场空 我跟你说 所以我说我说是的 如果你在中国的房子 你不能够及时出手 你不能够见好就收 你不能够把钱及时的像我一样从国内转出来的话 你绝对是轴篮打水 是一场空 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有房一族会第一批反平 我一点都不告诉你 都不吓唬大家 中国第一批反馈赤贫的阶层 绝对不是那些个快递小哥 绝对不是年轻人 绝对不是中国的农民 而是中国的大中城市的一批手上持有好几套房子的人 他就两个东西把你搞死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个人所得税 你的所得的差价要收20% 马上要推出房地产税 也是收得非常高 所以有两种东西等着你弄死你 你的房子卖是不卖 你如果不卖 要收你的房地产税 很贵很贵的 因为你现在没有现金 你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 给政府交税 但是房子又在你手上 你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 看上去有其他房子 但是你钱一屁股债 你不仅欠了银行的债 你不仅欠了别人的债 你还欠政府的债 因为政府要收你的税 是不是 各种债主找你 其中一个最大的债主就是政府 你想想该有多害怕吧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卖了 你觉得这个税 税幅太重了 我交不起了 我刚才把房子卖了 我压价卖 本来这个房子卖200万 我他们的100万就卖了 是不是 100万卖 你过去交了这么多贷款 那你本都赚不回来 你稍微要赚点呗 你好不好赚一个 赚一个100万 你要交政府20万 你也没赚钱 等于周篮打水一场空 真的 所以两冲菜刀 两把菜刀 就夹在你这些有房一租的头上 现在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我真是 我觉得习包子这帮下面的人 真是狠 割韭菜 那真是毫无掩饰 一点都不客气 哎呀不得了的事情 这就涉及到一些个重要的 一些个叫做什么呢 也不是什么的 了不得的这个学术现象啊 就是一些基本的智慧 就最简单的一个分析啊 就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愿意在中国买那么多的房子啊 赚钱呗 你为什么觉得在中国一定会赚钱呢 是因为你对中国这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的制度 中共这个魔鬼组织 你充满了信心 对不对 你如果对这个市场 对这个组织 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的话 你怎么敢投资呢 温家宝老师说的很好嘛 经济增长这个事情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经济学里面的确有这样的说法 你鉴别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准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数 通过调查 通过数据量化原则 建立了一个要信心指数 这个信心指数主要是表现为 每一个人的投资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你如果你有100万 你如果愿意拿出30% 也就30万去投资 买股票啊 买房子啊 是不是 买债券啊 这就是一个最良好的一个比例 黄金比例 30% 三亿元则嘛 是不是 所以他们说日本啊 韩国啊 台湾 这些个后发的经济信心体 他们的老百姓的 他们的公民的投资的这个信息就是在30%到50% 非常牛逼的 中国这个信息是指数是非常低的 大家都不愿意买房子 不愿意投资 不愿意买买债权 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嘛 但是有一批人他有钱 愿意炒房子 所以房子首先是个信心指数现象 你之所以于你在中国这个投资巨大的资金 把家当都获出去的买房子贷款 是因为你对中国土工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有充足的信心 这才是最大的误区 也是引起你的家破人亡的最大的原因 我说过数字啊 中国人任何时候你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离开中国 因为有钱一定要离开中国 想都别想 没钱 他们的更应该离开中国 想都别想 我今天看到一个 一个一个纪录片 看到我脑眼这个四流啊 就讲一个上海的一个爷们儿 八十年代就一个人跑到日本 真的 他当时手上也大概有十几万块钱 然后就拿出来 报了一个日本的一个语言学校 从上海一个人一吭吱吭吱 跑到北海道 然后学日语 日语学的差不多以后 他就跑到东京打工 没有身份嘛 打黑工 这么一打就二十年 住在一个鸡脚干辣里面 打三分工 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工资是一个月是一百块钱 他在日本一天就会赚一千块钱 他说我都觉得任何时候我休息就是个错误 你想想一天一百块钱 一个月一百块钱 我在日本一天就一千块钱 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是个无法想象的一个比例 就像我现在我跟大家 我在自由世界赚钱也是 我三年挣到了我过去三十年的钱 你以为呢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很穷的 就特别吃苦 他真的 他的老婆孩子上海 哎呦 那吃的苦真是 说日本有一个纪录片一小组 就跟踪他 跟踪了他一二十年 那轰动整个日本太苦了 但是苦的值啊 最后他的女儿考上了美国的一个医学院 他拿到博士学位 他老婆呢 日子也还过得行 在上海 是吧 他一个人在上海 在东京打工 那牙齿都掉的都掉松了 也脑子不行了 但是人家问他你值吗 值啊 是不是 我的思路不一样啊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看中最起码的一个人事的智慧 第一 只有上海的糙老爷们 才勇敢的把自己的一点积蓄 拿出来去日本读书 然后黑在日本 我就想起我的脑下的那些个土壁疙瘩的那些个傻 傻逼真的是 那个他十辈子的机会 他都不敢走出那个小地方 他他妈的去趟长沙 去个县城 他都遇到自己离开家乡很痛苦 那帮宠户 他活该他妈的受穷 所以这种离开中国去日本打黑工的现象 都是发生在上海这种流鼻疙瘩的地方 发生在浙江 发生在福建这种地方 广东这种地方 像我们那个鸡脚干来 那个乡下的那些个土壁疙瘩 真是祖宗扒来都出不了门 真是活他妈该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非常的吃苦 但是你回头一想 你如果在中国这么吃苦的暖用都没有 是不是谁给你钱呢 打三分工的 拖钱你的公司拖死你 在日本不一样 日本的一些个餐馆 什么什么厕所 什么各种机构 他愿意用这种黑工 他便宜 因为你不用给他买保险 不用给他这个金那个金的去交 是不是 也不用签合同 什么都不用 你干一天活 你早上来干活 我他妈晚上就给你发工资 每天都有现金 然后就存着 隔一段时间就包一头现金去银行里 把钱转 回到中国的上海的老婆的名下 他没有人拖钱工资 他们一二十年下来 没有一个人说我干的活不给工资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中国的话 谁给你工资的 你要工资一通报答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过 中国人任何时候你就记住 离开中国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有一个吸你鸡汤式的 所谓的普通人 你怎么去实现你的财务自由 就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自由 日本是个自由的国家 一定要记住 自由是第一前提 没有自由 一切都外下 第二是什么 是能力 这个人会炒菜 做厨师 他做三分工 一个是晚上做厨师 下午呢 扫厕所 上午呢 在超市里帮人家刷楼梯 是吧 还会一点水管 修水管管道工 三分工 干的是不亦乐乎 我觉得 真的是 他有点才华的 有的时候我一说才华 有些人说 苏老师什么是才华 你不要以为像苏老师一样会扯闲片 你不要以为像苏老师一样会写文章 不是的 你会上厕所 你会擦桌子 你会做终点工 他也是才华 你会开车 是不是 才华能力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是什么 吃苦 勤奋 在中国为什么勤套而不富有啊 是因为没有自由 首先是没有自由 你说我说的对吧 我的这个看点呢 跟别人观察问题的能力不一样 真的 第一就是只有上海的糙老爷们才会离开上海 是不是 去日本打工 打黑工 牛逼 我佩服这样的人 第二就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在一个自由世界 你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在中国 你买了一坨房子 有一天习包子上来 把你全部没收了 是不是 收税 收死你 是不是 你最后你房子 不仅你没有让你成为一个财富 自由之人 而让你财富 这个房子成为你的一个负担 成为最后压垮你的一根 最后一根稻草 你最后活不下去了 你从你的房子里面 直接跳到楼上面说一次了 都有可能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吧 所以我今天看到 哎呀 我看到这个纪录片 他们说在日本 就是供应的时候特别的火 当时这个美国的白天 白左电影阿凡达在上演 他这么一个普通的一个描述中国人在日本打黑工的这么一个片子 他的票房盖过了阿凡达 对呀 我看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流的不行了都 感同身受啊 那我为什么有些人说你怎么这么勤奋呢 你以为的你想想吧 哎呀 我们都是被共产党搞死的人 好不容易来到一个自由世界 觉得他把他赚钱真容易 还睡什么觉啊 是不是赶紧干活 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 哎呀 哎呀 就扯这么多吧 谢谢